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 探索真相 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一起悬案 这起案子很有意思 给人的感觉它的风格有点像是柯南 说有一个女大学生 她失踪了 她的同学们发现她好几天都没有来上课 就去她家里找她 但奇怪的是 这些同学却好心的把她的家里给打扫了一遍 把潜在的线索全都给清理掉了 这直接就让破案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 那这个行为毫无疑问非常奇怪 你说这些同学 他们是故意的呢 还是无意的呢 而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们在这名女生的电脑里 又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但这个电脑被人动过 很多上网的记录都被选择性的删除了 只留下了一些有关性骚扰 有关报警电话等等相关的搜索记录 那么这些记录是谁留下的 是这个女生吗 还是其他的人呢 如果是其他人会是谁呢 更重要的是这个女生失踪了 她去了哪呢 这个女生来自韩国 她叫李允熙 出生于1977年 案发那年29岁 也就是说案发于2006年 女生的老家在韩国经济道南洋州市 她上学的地方在泉州的泉北大学 在这读兽医专业 那么也就是说呢 她是在外地求学 并且自己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 那李允熙的家里 有爸爸有妈妈 还有一个30多的姐姐 这是一个比较普通 比较一般的家庭 为了不给家里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 李允熙还在校外做兼职辅导老师 来赚一些生活费和学费 在案发的06年6月 她已经大四了 再读一个学期 就可以顺利毕业了 但是就在6月初的一个晚上 李允熙她却离奇失踪了 06年6月5号 这天是星期一 虽然第二天是星期二 按理来讲是工作日 但是在韩国 6月6号是阵亡的将士纪念日 按规定要放假的 所以说在6月5号这天 同学们非常开心的组织了一次聚餐 我们的主人公李允熙和一些同学 还有一位教授 来到了学校附近的一个酒馆里庆祝 整个晚上大家都非常开心 尽情的喝酒聊天 一直玩到了凌晨一点钟 大家才陆陆续续的离开 凌晨两点左右 李允熙也起身准备回家了 不过在她起身的时候 她身边突然站起来一个男同学 这位男同学姓金 咱们叫她金某 金某说 她担心李允熙一个女生自己回家不安全 毕竟都两点了 所以提出要主动送她回去 这个金某她为什么这么热情呢 大伙肯定也猜到一二三了 这都是少男少女嘛 这金某呢 一直暗恋李允熙 所以她才这么上心 不过有意思的是 虽然说呢 是暗恋 但实际上双方还有周围的人 也都能看出来 因为金某她也经常会表示 没事送个小礼物 买件衣服 送个便当 经常会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李允熙对金某的意思 其实也是知道的 但是俩人一直心照不宣 尤其李允熙呢 她也一直不表示 就光照单全收 也不跟人说 要不咱们在一起吧 她也不说这样的话 就光这样磨着 当然这种呢 其实应该也可以理解 毕竟女生嘛 都矜持 一般不会主动去出击 需要男生表白 捅破这层窗户纸 反正当时呢 他们俩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咱们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一种 可疑的地方 大伙可以分析 那为什么要着重介绍 这俩人的关系呢 因为金某在整起案件中 是一个比较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 说当时的情况 就是金某起身之后 独自护送李允熙回家 李允熙没有拒绝 那李允熙呢 前面也说了 他自己在外面上大学 租了一个房子 这个租的房子 就在学校附近 而他们聚餐的酒馆 也在学校附近 所以说这段距离 其实很近 只有1.5公里 十来分钟就走到了 那到了李允熙租住的 这个公寓楼的附近 李允熙表示说 马上就到家了 让金某也赶紧回去吧 别再往前送了 那听了李允熙的话 金某也没有强求 他就站在原地 远远的看着李允熙 进入了公寓楼 就这 他还不放心呢 直到他看到啊 李允熙住的那层楼的楼道上 那感应灯亮了 他确认 李允熙这是到了家门口了 这才恋恋不舍的 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这才离开 之后隔了一天 转眼到了6月7号 这一天的假期结束了 学生们都回到学校上课 但是金某却发现 李允熙他没有来 这让他感到有点奇怪了 因为李允熙长得漂亮 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好 平时非常认真 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从来都没有旷课 也没有迟到过 就算说真的有事 也会提前跟老师 或者跟班长打招呼 可是这一次呢 金某询问了所有人 没有任何人收到过 李允熙的消息 在和老师沟通之后 老师说啊 大家先别着急 可能李允熙呢 不小心睡过了 毕竟昨天放假嘛 可能出去玩了 累了 说不定等等就来了 于是大伙等了一会儿 可是又过了一个小时 他还是没有出现 这下一直喜欢 李允熙的金某 他就开始担心了 他马上走出教室 赶紧来到了 李允熙的那个出租房 但是走近一看呢 房门紧锁 敲门 也没有人来开门 只能听见在屋子里 传来了两只小狗的叫声 这两只小狗 金某是认识的 是李允熙 养的小宠物狗 那现在屋子里只有狗叫 说明应该是没有人的 那此时金某就想 既然屋子里没有人 那李允熙可能是去其他地方了 或者回老家了 应该是真有事 所以才没来上课的 于是呢 他就离开了 转过天来 又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金某又早早的来到学校 等待李允熙 可是李允熙 仍然没有来上课 这连续两天不来上课 也不请假 这种事发生在李允熙的身上 是十分罕见的 于是这天下课之后 金某叫了三名同学 四个人 一起来到了李允熙的住处 但是情况和昨天一模一样 不管大家怎么敲门 里面都没有回应 只有偶尔传来的 几声狗叫声 说明那两只小狗 还在屋子里 此时金某分析 如果李允熙 真的是有事回老家了 那他一定不会 就这样把这心爱的小狗 就扔在屋子里不管的 所以从这情况来看呢 肯定是发生了某些突发情况 有急事突然离开了 那在这个时候 其中有一位同学 他就提议 说到对面的公寓楼里 去看一看 也许可以通过对面那个楼的窗户 看到李允熙房间里的情况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对面的楼里 从这往那边一看 他们发现 李允熙的房间 窗户是打开的 远远看过去 可以模糊的看到房间里的物品散落了一地 两只小狗正漫无目的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可就是看不到李允熙的身影 这几个人商量以后啊 一看这确实屋里没人 那他能去哪呢 所以就决定先给李允熙的父母打电话问一下 看李允熙是不是回家了 可是父母接电话之后却表示 这几天李允熙没有回来 也没有主动跟他们联系过 于是他们又给李允熙的姐姐打了一个电话 姐姐也说李允熙没去找他 这几天没有联系 那直到这个时候 在确定了李允熙没有回老家之后 金某他们才认定现在这个情况 李允熙肯定是出事了 于是他们马上报了警 那咱们说到这 可能大伙会有一个疑问 李允熙他失踪好几天了 金某他们为什么不直接给李允熙本人打电话呢 而是给父母打给姐姐打 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他们倒是想给李允熙打 但是没法打呀 因为李允熙在失踪前几天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6月2号晚上他出门买水果 回家的时候突然从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 飞车抢夺 把李允熙的包给抢走了 当时旁边有一个好心人 马上带着李允熙就往前追 但是劫匪跑得太快了 最后没追上 当时被抢走的包里 有钱包身份证还有手机等等这些随身物品 所以在失踪的时候 李允熙他是没有手机的 那个时候他正补办手机卡呢 没法打电话 更没法接电话 也正因如此 金某他们只能联系他的家属 而大家怎么也不会想到 正是这起看似毫无关联的抢劫案 对李允熙的失踪 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就此 李允熙失踪的情况 就变得越来越离奇了 话说回来 另一边 警方接到金某等人的报案之后 起初感觉这事啊 可能很简单 可能就是一个大学生 睡过头了没来上课 所以当时警方一开始不愿意出警 后来在金某等人的强烈要求下 警方才派人赶到了李允熙的住处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门锁撬开 这房门终于是被强行打开了 进来之后呢 果然发现屋子里非常凌乱 垃圾桶里那东西散落了一地 此外还有一些衣服和花都掉在地上 那两只小狗呢 一看就是饿了好几天了 叫声非常微弱 正在地上趴着呢 见到这个情景啊 警方认为 有可能是这两只小狗实在太饿了 到处找吃的来回翻腾 把房间给弄乱了 但是金某他们马上提出了反对 因为地上散落的这束花 它原本是挂在有一米多高的墙上的 小狗根本就够不着 而且李允熙平时非常爱干净 很整洁 不可能把衣服随便扔 扔在沙发上或者地上 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因为家里毕竟有狗嘛 也怕狗把这衣裳叼走了 把衣裳给破坏了 所以平时呢 李允熙是非常仔细的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很不正常了 不过警方当时没有理睬学生们的质疑 他们在经过一番勘察之后 没有在房间里发现有用的线索 他的电脑 背包等等这些东西 全都在屋子里放着 在桌子上还摆着40万韩币的现金 这是李允熙前几天刚刚收到的兼职的工资 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异常 那其实直到这个时候 警方对这件事依然不是很重视 因为他们觉得李允熙的房间 虽然有点乱 但是没有打斗的痕迹 也没有明显的血迹 因此警方认为李允熙很可能 他是有某些急事突然出门了 所以东西都没收拾 可能过两天就回来了 毕竟一个29岁的成年女性 独自外出几天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就这样 警方漫不经心的检查过屋子以后 决定带两位同学去警局做笔录 那当时一共有四位同学 那剩下两名同学 就留在了李允熙的住处 那剩下的这两位同学中 其中一个就是暗恋李允熙的金某 另一个是一个女同学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让人费解的一幕出现了 因为之前他们通知了李允熙的父母 父母得知女儿失踪之后 表示马上要赶过来 因此当时这俩孩子 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他们觉得屋子里太乱了 这样不太好 于是开始打扫屋子 他们一直从8号的中午1点 打扫到了下午4点 整整干了三个小时 在屋子里又是扫地 又是拖地 又是擦桌子 甚至那个女同学 把李允熙的床单都扒下来 放到洗衣机里给洗了 床单洗完了还没尽兴 又把衣服全给洗了 除此之外呢 之前掉在地上的那束花 也被金某好心的给捡起来 给重新挂在了墙上 两条狗也都给喂了 可以说啊 这俩人干的是非常卖力 丝毫没有担心 自己这样操作会破坏现场 而且不光是他们俩 就连李允熙的姐姐也非常奇怪 在两名同学打扫完房间之后 当天傍晚6点 李允熙的父母和姐姐 就从老家赶到了李允熙的住处 当时首先进入房间的是 李允熙的姐姐 在进入房间以后啊 姐姐很快就发现在窗台上 有半截烟头 于是姐姐偷偷地 把这烟头拿起来 找了一个机会 偷偷地扔出了窗外 这一系列的行为 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难道他们真的就这么单纯 就只是好心吗 这很难让人相信啊 毕竟都是二十大几的成年人了 而且都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基础的法律知识 基本的生活常识 这应该都是有的 那么他们这么做 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件事后来被警方知道了 警方也非常无奈 如果说这俩同学 真的是太过单纯了 那李允熙的姐姐 总不可能也非常单纯吧 她都三十好几了 自己在外面打拼那么多年了 还单纯 谁信啊 那面对警方的质疑 姐姐也做出了解释 她说李允熙呢 之前有抽烟的习惯 父母发现之后 对她严厉批评 后来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 她把烟戒掉了 所以当时姐姐看到这个烟头啊 以为是李允熙又抽烟了 担心父母看到之后呢 责备她 所以趁大家不注意 把烟头偷偷给扔了 那这的确算是一个理由 但是这个做法 简直比打扫屋子还要愚蠢 毕竟 这烟头 的确有可能是李允熙留下的 但是也更有可能是犯罪分子留下的 这可是自己的亲妹妹失踪了 她就这么把可能指向犯罪分子的线索 直接给扔出去了 这换成谁 心里都会怀疑啊 不过他们的行为虽然可疑 但眼下这情况呢 也不能就认为他们有嫌疑 毕竟现在李允熙在哪 是死是活 这都还不知道呢 而且也没有直接指向他们的线索 实在没办法了 警方只好通过李允熙的同学和朋友了解情况 当天晚上一起聚餐的同学表示 李允熙那天和同学们有说有笑 边吃边喝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 不过金某表示 当时在送李允熙回家的路上 发现他几乎没怎么说话 一直闷闷不乐的 好像是有心事 而且之前咱们也提到了 金某他没有亲自把李允熙送进家门 而是远远的看着楼道的感应灯亮了 由此推定 他是回家了 但因为这栋公寓楼没有安装监控摄像 所以李允熙的行踪到底是怎样的 是不是真的进了家门了 这谁也不能百分百的确定 不仅如此 在后续的调查中 警方还发现了更多的可疑之处 这些疑点似乎都在表示 李允熙当天的确回到了家里 但同时也表示 进入李允熙的家里的 可能不只是他自己 这个案子疑点重重 不难发现 李允熙身边的人似乎都很可疑 都很奇怪 开头说过 这起案子跟柯南的风格非常像 凶手就在他们当中 但到底是谁 后面还发生了什么 李允熙到底怎么了 我是大腕 大家稍安勿躁 稍后下节 咱们跟着这些线索 一起再来分析 好 如果你喜欢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搜索大腕说故事 点击关注即可 那么咱们稍后下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